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人透視繼續有齋Sir和精盈中大同學 講五區總辭 我現在做林梓健 我是支持五區總辭 中大同學怎樣? 中大同學有沒有收到風? 感覺到校園的風氣對五區總辭怎樣說 其實我先講我身邊的朋友 我身邊的朋友稍微有政治意識 常識的人都是支持五區總辭 那你又這樣說得不對 甚麼是政治意識 即是不支持就沒有政治意識 他們是平時有關心時事那些 有些人是完全不關心 不看新聞那些 留意新聞那些 其實他們都會支持五區總辭 會不會年輕的多數支持五區總辭 我又要扮民主黨 好啦 那你那些不看新聞那些都會投票的 有些人都 那那些就糟了 大部分都是那些不看新聞那些 那到時便不出來投票 或者是投給對家 但其實我覺得五區總辭就是 要去動員那些人 動員那些人 其實在動員的過程 可以提供他們的政治意識 如果你甚麼都不做 那他們永遠都是冷靜靜靜靜靜靜 好厲害 這個 動員不了的了 民主派怎能動員得到 超得過民建聯 即是民建聯就是投票機器選到機器 我覺得五區總辭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如果真的可以多些去動員那些人的時候 如果政府有修改 或者有少少修改 沒有取消區議會委任制 以及把區議會的功能組別 變成比例 代表不是單一席單票的選法 以及確保2017有特首的真普選 那是怎樣 這些全部如果 都不成立的 假設就是 要不就是用五區公投去逼他 要不就是他 他如果現在可以給你 他就會私下跟你斟數 給你 那你整班民主派都投了行 我都不理會你 我都懶得跟你說 其實你沒有壓力給政府 他不會自己那麼好 是啊 因為你看到他2005年的政改 和現在政改的方案其實是一樣的 他都沒有誠意 政治上他有壓力的 他作為第二次提出的政改方案 再否決他 理論上是曾蔭權辭職 不是五個立法會員辭職 你否決他 成績就算了 他不會的 那我肯定他辭職 即是比民主黨更好 民主黨不總辭 他都投辭 但很奇怪 剛才梓言上身說的 為何民主黨會相信政府 更多於相信市民 我就是覺得很奇怪 會不會 我又覺得 我要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 我先說 我覺得今天已經變成了半建制派 已經變成民主聯 民建聯差不多 民主黨這十年 其實是令香港人很失望 這十二年 你送些東西來 有什麼失望 大佬 羅志光那壇 真討厭到他死 羅志光這個人 真討厭到今天香港的社工殘 我不是社工 但我覺得自己是設半個社工 所以我的心很了解社工 真討厭到他死 人工越低 我都不知道還搞什麼註冊局來做什麼 第二就是你的領匯 害到雞毛鴨血 我也有份受害 大哥 全香港所有人都受害 因為所有人直接或者間接 都要靠屋邨那些平價的商品供應 來間接謀生 這裏已經受害得很厲害了 再加上你第三項 那些兩鐵合併 或者建居屋 現在突然間 昨天一雞兩尾 前天 一路倒退 倒退遊行 民主黨真是倒退遊行 我覺得他真是好似 倒退 他自己倒退 所以倒退遊行 倒退遊行 同時為了建居屋順便遊行 復建居屋順便遊行 其實是一個順便遊行 一雞兩尾斬件 做這個所謂反政改方案的人 不是 是斬件處理 拍攝做工作報告 不就是 你走兩次 浪費時間 你走一次 拍兩張照片 工作報告 冷到不得了 民主黨這班人 我想大家一定要分擔他們 好了 我是那班人 但我又不是全部 你是民主黨也好 我也要這樣說 四年後 三年後 我們新一代人 不能再選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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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黨 整個已經異化到變成半建制黨 可以選來做什麼 選和不選沒有分別 你做沒有任何事情 跟政府的說話是有分別的 你還說自己 90%支付政府 我聽完那句真是嚇死的 你做了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我都不明白你為什麼這個黨可以這樣 是啊 很特別 近這次選舉 經常都會說 什麼 民主黨不是一個 只會反對的政黨 有九十幾個%的 都是支持政府 對 民主黨那班議員 都快要有90% 進了政府 張炳良 你善重佳 你李華明 你還要數下去 是不是你全部都進了政府 包括你華叔 入了政府 你算是民主黨 真是頂你 即是統戰了 你們民主黨 真是 好慘 那第二梯隊 是不是民主黨的 是什麼 希望 那些人 我個人覺得 根本你沒有前途 沒有希望 你現在十幾年前 全部做白頭弓女 是不是 即是這麼說 我個人的看法 不是 不好意思 白頭弓是什麼 你也說白頭弓女 做小的做到黑法 變了白法 都是這樣做小的 很英俊 什麼是的 我真的十幾歲 參加他們 我又沒有毛 真的見到有毛 還有一些白頭髮 不是開玩笑 真的 我的態度又說得對 白頭弓女 是嗎 那怎樣 文主黨想不到一個更爆的方案 我那次問了 吳永輝 他當然想不到 他又想到一些推骨牌 那些開加連華會 你真的想反正改加連華會化 但你這個加連華會化是好笑的 別人在柏林圍牆 推倒二十年之後 當然可以加連華會化 這是一個紀念 那個已經是紀念 已經是一個Carnival 已經可以狂歡 你現在去加連華會化 你搞這些反正改方案 即是笑死人 笑爆全世界 民主黨 你獻世 你不要在香港獻世 你搞到香港人 整個心價值已經很差 快速回九龍 不會全香港 有什麼出路呢 關於五居總辭的事 沒有 五居總辭我覺得 如果你民主黨 不過我自己 不好意思 你先說 我想說一件事 我是衷心說的 我是支持五居總辭 但是同樣 在這樣的情況 民主黨不下水的時候 是很擔心 贏面好像很大 我很擔心 就是只有五個 公民黨和社民連 公民黨兩個 雖然現在民主黨的大佬已經講到命 這個責任不是在這裡 因為他已經提出了這個危險性 現在人家就是這樣 什麼提出危險性 我真的不明白 即是那個危險性 警告了你 警告了 你們不要去 我們不去 你們都不要去 不是就 大家看清楚一點 就是會令整個民主派的運動 變成一種 真正民主派運動的倒退 什麼叫做民主派運動倒退 這群人全部回到議會外 就等於民主派運動倒退嗎 你看不到 新加坡 經常說新加坡 你經常說新加坡 當然是說新加坡 行去新加坡 你看香港人 是不是現在可以第一時間行去新加坡 新加坡都要剃20、30年之後 才變成今日的新加坡 是不是 新加坡的李光耀 是心狠手辣的去做事 你香港暫時都還沒到這裡 第二 你看從2006年 天升事件之後到現在 那個民間社會 是活入你的想像 這是很重要的 不過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類比 大家要思考清楚 新加坡當時的反對派 新加坡的反對派、民主派 是做了很多不改的事情 或者是做了很多整個過程裡面 策略調整是非常stupid 現在等於現在民主黨 以及不斷被李光耀的手段統戰 現在民主黨 以及他沒有一個健全的法治制度 所以導致他在大選區裡面 不斷分化你 以及用資源 去令選民間接受賄 我敢說這句 對新加坡先說 所以你用新加坡做類比 我有少許研究 還沒看完所有資料 是有些問題的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說一次 五個鐘 即是說開很興奮 我這幾天開始 看新加坡的資料 他的類比是說一點 但我們做論文不能說一點 沒錯 傳播回來繼續吧